今天,猫熊说禁忌给大家分析福音爱最搞笑的采访 作为著名乒乓球运动员,福音爱有着很高的人气 福音爱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中国学习乒乓球 由于长期在东北训练生活因此说了一口非常流利的东北话 甚至比一些本地人说的还要好 福音爱最搞笑的一次采访,在线教东北人说东北话 央视记者都懵圈了,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早年一场比赛中,福音爱接受央视记者的采访 采访后,这位记者一时兴起交集了福音爱东北话 没想到却被小爱教育了,笑欢了广大球迷 你比如说普通话说干什么,东北话可能就说干啥 这区别什么的你知道吗 知道,但是应该说干啥呢,干啥呢,干啥呢 估计当时记者都闷圈了 咱俩到底谁是东北人 朋友们对此怎么看呢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大家下期再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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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